證實感染日本腦炎的52歲男子是一名退休人士 居住在天水圍天行村 在今個月13日出現發燒和頭痛 15日更出現神志不清送入屯門醫院 由於患者長期居港 相信同及早前染病的另一位男子同屬於本地的感染個案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 已經在患者御所附近的沙江圍仔和鳳江村 捕捉了二十多隻負蚊檢驗 最快在星期五下午 驗出蚊是否帶有病毒 捕捉到的負蚊也已經送到快樂所 如果我們做控蚊工作做得足 它能出現大規模的傳播機會就會小 我們在香港一向做控蚊工作方面都做得很足 衛生防護中心指日本腦炎是嚴重的疾病 是由腐蚊咬了豬或野鳥之後 再將病毒傳播給人類 死亡率超過5% 呼籲市民在雨季做好防蚊措施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黃曼廷報導